米雪和黎燕山 这日现身支持一个 儿童慈善粤剧大会演的活动 希望为支援照顾长者服务囚款 米雪一向动灵友述 看不出他今个月2日过了69岁生日 人缘好好的米雪频频收到慶生邀約 他已经吃了超过10个生日蛋糕了 那些生日饭还吃完吗 还吃完吗 还吃完吗 其实我很低调 但是朋友很有心 每个都收拾埋埋 我认为你有些事情谈 其实就跟我开派对 生日快乐 谢谢 有什么生日愿望吗 生日愿望 我希望经济好 社会经济 和每个都有工做 和世界和平 自己有什么生日愿望 我自己也 我想在演艺界 我还想接多些好的剧本拍 下个月我又搞一个粤剧的crossover 在新加坡演出 所以就很开心 很多粤剧界的朋友 其实很早已经认识了 刚刚有机会 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台上一分钟 他们练功比我们做艺人辛苦很多 所以有机会就把他们带出去香港 去到新加坡 让大家可以有文化的交流 艺术的交流 同场的黎燕山 八月时荣星新首爱婆 外女旦下B女 现在山姐拍完剧集巨塔之后 终于可以专心享受臭孙乐 知道你就拍完剧了 是的 可以专心地臭孙乐 专心做我的新手爱婆 是不是很开心 我看到你放上他的社交平台 是的 开心的 因为我回想三十年前生女 现在三十年后 到她自己做妈妈 就是那个心路历程 好像画面翻过来 但是我这个精毒班 都是一个好学生 我觉得我自己有九十五分 特别是掃风那一刻 所有事情都可以 所以是否现在隔着都停一停 休息一下 当我顺便陪孙乐 这样接着一些剧集 当然不会 其实我曾经拒绝过去 你不要回妈妈里坐院了 因为妈妈又要抱 又要开工 又有很多朋友 我很多应酬的 但是女儿说 不行的 我回家很有安全感 所以我唯有改变自己的想法